你听到过组里其他人对小明的评价是什么 你说这个我又要给大家吐槽了 就是 快吐不吐不快 快 就是这个事情他工作这个强势 不只是我这样觉得 他也让我们很多其他的同事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还导致我被合成为一个传话筒 其实我们原来的公司本来就是有一个主管的 他过来之后呢就是跟人家是评级 但是只要觉得跟这个我们工作相关的 他都要去管一下 就是手伸的贼吵 然后人家就很不开心啊 但是他又知道我姐的脾气非常的急 然后又很强势 而且他说话就文艺性也很强 就吵架高手那种 然后人家就不敢跟他讲 不敢跟他说 所以他选择一个什么迂晖战术 就是跟我讲 然后再去通过我的口 再传输给他 然后就跟他说了 好嘛 给我一顿吧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找你传话 当然是因为你就是一个老小人个性 他不懂得拒绝人 他谁他都不拒绝 就是这个事如果你乐意为之 那OK 那我就觉得无所谓 但是主要是他自己不开心 他每次去传话了以后 他都觉得很烦 为什么大家总找他 然后我就跟他 我就跟我妹讲 我说你可以让他们直接来找我 但是我也是想通过我去跟你讲一下 大家现在多有点一些态度 而且你 我这个人本来就不是很擅长拒绝别人 这个应该你懂呀 我就是懂 所以我才让你去拒绝他们呀 那你是什么 你是一个垃圾中转战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必要 我越来越觉得你双标了 你让他去学会拒绝 但在老板问他的时候 你又希望他不去拒绝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没关系 我挺你 我就想说你哪儿说 没有双标 我双标 我双标我就不会说 在我跟你安排工作的时候 你内心里面强烈的愤怒和不满 然后老板给你安排别的组的事 让你去做的时候 你乐意加班到凌晨十二点 我双标吗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 你对我有所隐瞒吗 他就长得老实 你们就看他长得老实 他在身上也这样 大家都觉得他好说话 都觉得我欺负他 不是 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擅长 数据分析这一块 然后我们老板就觉得 那你擅长我把别的组 别组做得不是很好 然后他就说 那别的组的你拿过来给你 你也做一做 给你加班费吗 没有 有继效吗 没有 也没有 就是说无心的 是吧 对 然后他就觉得说 你为什么 首先你为什么要同意老板 接下来这个活 他就开始说 其次就是 你就旦接到这个活 你也不至于去天天加班 因为那时候加班挺晚 有的时候加到十二点 稍等 你因为加班会耽误他组里的活吗 就是你们团队的活吗 我觉得是确实有点困 因为他第二天上午 他完全没有状态工作 他本来就是做数据分析 他要在网上找各种案例 他第二天上午就这样 就这样 他完全没有状态 但是老板教他 我这个事情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拒绝他 那个时候 而且我本来就不知道 怎么去拒绝他 明白了 各位 这不怪是表姐妹 都挺双标的 都挺双标的 虽然是我没有拒绝老板 但是他给我安排的事 我也没拒绝他呀 最后他说让我做 还是个咱也是做了 那你是应该学着 适度地拒绝了 幸亏你就这一个表姐 你这公司要我俩表姐 我告诉你 你都未必能坚持到40 你就早早的 你要并退了 你都不是内退 你都是并退了 我都没有杂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